因為他也是第一次合作嘛 是 那你覺得對他的感覺怎麼樣 他想要先開口 沒有沒有我只是這樣提醒他 叫我在旁邊 戲劇節奏能力非常強 昨天有一場戲就是 我們不用太多的討論 然後在 對方在講話的時候 另外一邊的戲劇節奏會把空白填滿 所以不用特別擔心 戲的單場裡面會有 會有乾掉的狀況 這我覺得很 就是共識度還蠻高的 跟家一合作起來不同的感覺 在哪裡 嗯 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他是 很強力 很強的技巧派 就是在節奏上 然後在台詞處理上 在 在 喜劇節奏 然後 表情 在鏡頭語言 都很強 可能是舞台劇 或者是之前電視劇的磨練 然後家彥因為之前是演電影 所以他比較自然 他需要醞釀 就是前面要一些時間 磨合 然後醞釀 一開始跟家彥前期的時候 處理喜劇節奏的部分 其實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跟 徐富君導演 就是我們三個人很常開小組會議 就是應該要怎麼處理這個喜劇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 那個節奏不準 或者是那個堆砌起來 你可能現場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事實上 那個語言 鏡頭語言 可能沒有辦法這麼強烈的表達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討論跟磨合期 對 但是家彥是 他一旦醞釀好了 或者是那情緒到的時候 他還是很有能量 對 你說兩個人到時候會有一些 可能親密的一些鏡頭出現 邱澤現在有需要在感情上 需要跟人家報告嗎 有親密的鏡頭的時候 不用啊 不用啊 就是 會不會在意還是說 還沒有有一段戀情出現 我覺得工作就是工作 對 那我們不管捨棄掉什麼 最後要表達的 還是希望可以有好的戲 跟好的鏡頭呈現給大家 如果更親密的需要跟對方報告嗎 沒有 沒有 沒有誰要報告 現在要開始那個感氣的一個行程 感情上可以維持得住嗎 工作第一 大敵當前了 還談兒女私情 不需要想要私底下 用空檔打電話或打簡訊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各忙各的啦 對啊 可是對方曾經放話說他很難追 不會怕他跑掉嗎 你怎麼比我還急啊 大家都很急 當然有好消息會告訴大家啦 對 那 我覺得是我的就是我的 對 隨緣 隨便 做了 做了 對 過